Hello Hello 九點半有空修女直播開始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如何可以和工人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又或者如何可以請到一個好工人呢 又或者如何有更大的機率可以請到好的工人呢 小小心得 希望今天可以和大家開心分享 上個星期都說 原來有很多人都有請工人的問題 有時有點煩惱 所以今天其實呢 因為我又沒有什麼特定 有什麼information我要寄 我希望我的麥克風可以不用經常放著 我希望我可以看到追到你們的留言 所以如果有時有什麼 關於工人的一些心得 你們可以打文字上來 如果我看不到呢 店主麻煩幫忙幫我抹低一點 我希望我可以解答到 好像那些金虎人留言信箱 我還沒進來 已經有200人進來 我還沒進來 先跟別人說Hello Hello Dale Daisy Michelle Michelle 你不是在過來我嗎 嗯 等著你的 等著她的Sukiyaki 是呀 很開心呀 今天呢 我就post了出來 其實那個工人姐姐呢 就是我媽媽的工人姐姐來的 她呢 叫做阿Win 那我呢 為什麼突然間忽發其想 會想和她拍一張照片呢 其實我是真的衷心很想 多謝我這個工人姐姐 那因為在這兩年多呢 我媽媽的身體的狀況 其實都是叫做每放月下的 那其實在這一段時間呢 我真的很衷心多謝我這個工人姐姐 因為我看到她的好用心啦 她真的很真誠 很疼我家裡 無論疼我 或者疼我媽媽 為什麼我說覺得她都疼我呢 因為她知道 其實 是我 和我們幾兄弟姐妹 夾勤請 這個工人姐姐給媽媽的 那其實她知道 如果 沒有她的出現呢 基本上我想 我們 她頭很痕的 當然 可能你們會說 沒有這個出現 就有第二個工人出現咯 是不是 但其實如果請到一個 很好的工人姐姐 她真的很用心幫你做的話 整件事是真的差很遠的 我就一直在說 我們幾兄弟姐妹呢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家庭 而媽媽真的需要 真的很多人一起 就是很多時間 真的要照顧她 尤其是 剛剛工人見工的時候 我媽媽還是可以走的 到她一直照顧了這兩年以來 媽媽 不是因為她照顧不力 所以媽媽這樣 而是真的媽媽都90歲了 她有很多 就是一些 譬如老腿化這些 那就是 之前有些中風 那真的 已經我可以 有能力幫到她的 無論是伺服也好 已經將到她 症狀已經減輕了 那所以 也有個工人姐姐呢 看到她這樣 用心照顧她 我是真的很感恩 那所以 我很想 我經常多謝她 我覺得經常有時候口說 我想做回一些事情 是真真正正給她 大家 留回一個回憶 是啊 因為我很想歌頌她 那也很想分享這些 這麼開心的事情給大家 那可能 大家都會看到那張照片 之後 看到我們拿著蛋黃油 那其實就是 那一晚呢 她知道 我媽媽 因為住了兩個 住了一個月 醫院了 那你也知道醫院 不會有這麼多時間 可能十分鐘 或者 二十分鐘 或者三十分鐘 會幫她轉身 那呢 就出現了壓瘡 那 她一路 我 就是媽媽未入醫院之前 其實她是沒有壓瘡的了 之前入醫院 有壓瘡 回家已經醫好了 那跟著 到她再入醫院的時候 哇 這次的壓瘡更大些 那就很明顯 就是 沒有幫她轉身 那所以其實 我只看這件事 已經知道工人姐姐是 不能 不會說在我們面前 在你面前做多些 在你背後就做少些 很明顯她是做很多 如果不是為什麼 入醫院之前 沒有的 回到家的時候 只要她照顧得 周到 她真的沒有壓瘡 因為壓瘡就是 經常睡死一個位 所以我覺得 我很想 很想 表達一些東西 向她表達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跟她拍了 拍了 Teresa問是印尼工人 還是菲律賓工人 她其實是印尼姐姐 來的 她的中文很厲害 一會兒 我會叫她進來 跟大家說一聲 hello 但是我經常聽到一些朋友 經常說 我請不到一些好的工人 其實我又覺得好像不是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我見過就是 他請一個工人 覺得好不好 但是這個工人 去了我另一個 朋友做 我看到他做事 我看到他的表現 這個人是非常之好 這個工人 如果我呢 我也很想請這個工人 但是我之前那位朋友說 這個工人不好 我老婆也經常罵他 那為什麼那麼奇怪呢 那那是否究竟 是工人有問題 還是請工人的人有問題 或者是請工人的人要求 而工人做不到 他的要求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 很奇怪的 他會想請人 請一個人 總之給了錢 就不虧了 什麼都要你做 什麼都要你做 但是重要 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然後又不給他資源 又不會幫他 又不會理他 就是不會理他 希望他做到二百分 就是給一百元人工 做你二百元 那這件事 就是我覺得 是不是一個主要 請人的 也有的 其實這個世界上 什麼人的個性都會有的 但是我很多時候 覺得有時候 是大家磨合不了 就是每一個人的要求 或者標準 是大家不同 磨合不了 那就變相 簡單來說 我又說我的心得 就是我不要說請工人 不要說請家的工人 就算請我公司的員工也好 你一定要跟他了解 知道他 他做訪問也有說 知道他想要什麼 而公司要跟他配合 有些人回來公司 他是想攀到很高職位 就是處理整間公司的 行 沒問題 只要你有能力 我就會捧你上去 有些人上班 不是的 心態就是 只要我每天上班 我做好我的事 你不要給我 不要升職 不要令我沒有假期 或者不要令我有OT 那他就會開心 那我會看不同的員工 我會分配不同的工作給他 那工人我覺得 大家都是要這樣 是啊 因為人與人之間 我覺得溝通很重要 將心比己這個是真的 那不如這樣吧 我現在輕輕說 講我的心得 我請工人會是怎樣 那譬如我呢 我會偏向請海外的工人的 那就是從來未來過香港那些 那你知道很多時候 來到一個地方 當他群到一班朋友的時候 好就好而已 如果他群到一些不好 就很快會學壞的 那所以呢 我以前呢 我就會偏向是請海外那些 但是呢 就有一點點辛苦 因為他來到的時候 他可能很多事情都不懂 無論是廣東話 或者他家裡做 反而家頭細毛的事情 我覺得 就算剛剛來 他們都不會太差的 因為他們的 agency 都是已經學了一段時間 training center 學了一段時間 那但是呢 我就覺得 我喜歡請海外 不過 就有一點辛苦 就是要經營了 因為呢 你很多事情要重新教他 但是變相呢 他就會比較乖 OK 那通常呢 譬如他在海外的時候 現在很好 有internet 那我們直接可以facetime 就是好像面對面見到 那樣 那當然是 說第一個感覺 還有我有時呢 我都會特意試 我試的 其實我就會問 你介不介意 一個月可能放兩天假 跟著我補回錢給你 可以嗎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他每個星期放假都沒問題 只不過我想看一下 究竟會不會有一些呢 即是這麼在意放假的那些呢 其實呢 他有時會是想出去玩的 是的 比較多一點這一點的 除非呢 有些呢 譬如是有宗教信仰 每個星期日 一定要去 禮拜堂 他告訴我 喂 我每個禮拜都要去禮拜堂 但是不要緊 你要我不放假都行 我去完我去回來 那又是另一件事 是的 他們說海外工人很難教 其實我又不覺得 我想呢 我現在請了這麼久呢 我想我都半一半 一半 有一半 有一半在海外請 唯一不要像你所說 是你要花更多的心機 要去教他 但是其實 相負相成的 有時有些事情 就是你付出了 但起碼他有幾長的時間 不會帶壞 所以有時我都會跟他說 不如這樣 我有時星期六放你 行不行啊 如果他很在意 一定要星期日那些 我有時我都會有少少考慮 當然要看一下他原因是什麼 原來他告訴我 我真的一個很虔誠的 我每個禮拜 我都要去禮拜堂的話 那當然我就會覺得 如果你這個原因 我是感受到你不是有些 講大話的 那我都會覺得OK 這個只不過其中一點 那另外呢 我都會選一些 有家庭負擔 盡量 因為通常呢 有個人有擔 有擔大 就是他有 有那些叫做什麼 有負擔在身 有責任在身 所以呢 變相他就不會為了 好像過來 隨便啦 找 找 買花帶 買花帶就少的啦 他們都這樣 離鄉別井 怎麼會因為買花帶 有啊 那個BTS的 哈哈 我之前一見過工 有一個工人 他真的買花帶 他看BTS 他說很貴 那張飛 幾千多元 二千多元 他說 我真的很喜歡 很開心 那我覺得 那是OK的 他說 不過我不會借錢 他都在香港做了 六七年 是啊 他都做得 算不錯 到最後呢 他就 終於沒有選到我家的 那後來我問過原因 為什麼呢 他沒有選到我家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看到我還有一個工人 那麼他很害怕 跟另一個工人 就是合不來啊 還有因為 因為家裡有狗 那所以呢 到最後呢 他都是說 他很想在我那裡做 但是他真的很害怕狗 還有 他只是說這一點而已 他又沒有說 有另一個工人 不過我聽agency 因為 還要跟另一個工人 他怕他合不來 當然啦 沒所謂啦 他都沒試過 對啦 所有事情我都覺得 是有原因的 好了 那至於呢 譬如 在本地呢 我都有點心得的 那如果真的請本地的話呢 我一定是選finish contract的 就是已經完了約那些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呢 都正正是看到 這個人有沒有一個贊感的 嗯 就算 可能他 在他眼中 上一個 僱主和他的關係 可能他覺得 不是那麼 那麼理想 可能他覺得都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都捱到啊 嗯 捱到兩年 完了一個約 那我覺得這些人 始終呢 有承擔 是啊 就是不會突然間 我怕了 我走了 我不做了 那所以我就會請 就是finish contract 我先看看 Vinus 說請本地 原約工人 就要看他 舊僱主的reference 或者選以前 有續約的就比較好 是的 那有時候有些呢 如果一個僱主 有留下電話的話呢 那有時候 可以的話 當然是聯絡了 那舊僱主 問一下他 為什麼會不做啊 為什麼 不續約啊 那可能有時候 有些原因是因為 那個僱主說 可能家裡 因為我有些 家裡的問題 他一說 他很好的 只不過這樣 或者一來就說 不行的 可能偷東西 或者什麼 其實通過這樣的 舊僱主了解 當然最好 但是有時候 未必得的 但是我覺得都不要緊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點直覺 嗯 就是對人 人之間的感覺 如果你第一眼 你也看到他不順眼 那就算吧 那就 下一位 再又不是沒有 可以見到 其實很簡單的 你在面試的時候 見到一兩眼 你跟他聊半個鐘頭 當你有那麼長時間的 社會有那麼長時間的 年歷 你會感受到 他說的東西 眼神 他說的東西 內容 是真是假 還有是好還是不好 即將會 將會都不行的 其實 是一定要面試 在面試那半個鐘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 你的感覺 會在你家裡長住 兩年的話 究竟會不會很相配呢 其實 一個面試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呢 以前呢 我發覺呢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很多時候 跟那些工人見工呢 可能會上去 公司那裡見工 我現在見工 我一定要公司來我家的 因為為什麼呢 給一個機會 你自己 亦都給一個機會 工人姐姐 其實給一個工人姐姐 比較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呢 你通過公司的時候 聊天 他都幻想不到你家 究竟適不適合他 那好像 如果他來到你家 好像我上次這樣 那個工人姐姐 其實我很喜歡BTS那個 其實 我真的很喜歡他 他有 即是 只講電話 他都很想來做 當他來到我家的時候 他看到那個環境是這樣的 有狗 那家可能又 偏大的 即不是很大的 可能他平時做的 可能是幾百尺的屋 那所以他一來到 可能都會覺得 是他要考慮的原因 那你想想 如果當日 他沒有來我家 interview的話 我就這樣 在agency簽了 已經 如果簽了的話 他來到 可能他的心 就覺得 這個又好像 早知 什麼原來感 什麼原來感 那就出事了 因為呢 什麼原來感 就是他一路做 他就要很長的時間 磨合到就說 或者他接受到就說 如果他接受不了的話 他一不就跟你熬兩年 要不呢 他就做做一下 就拍拍 個樓勇 我也是不做 那其實你也知道 那些工人 有時候他真的說 想不做的話 他一個月前通知你 就已經可以走了 那但是 如果你家裡只有一個工人的話 那他就真的 變了有少少巧巧了 是呀 因為都不是那麼容易 直接請回 我不知是有些人的心態 就是說 我都沒請你 我做什麼給你來我家看 什麼 我不知道有沒有 一些人的心態 其實這樣是很傻的 就是你請了一個工人 其實你在Agent 那裡見過他 你真的要帶他回家 看一看 我家是這樣的 你覺得屋不可以 有時候你想請他 如果他真的 看了你家 他不想做的話 那就很勉強 勉強沒有幸福 一向我是說 勉強沒有幸福 是嗎 就是你要他進來 大家有選擇 如果你說你選擇 我給錢 我什麼時候輪到你選擇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請到好的工人 那個機率是小了一點的 因為你覺得 原來你給錢是大了的 Dries就說 那不是很多工人 上來家 那不會同時間一起去 對呀 那你見一個 你就叫他上來 如果你不對 就再見另一個 其實基本上 他給幾個你選擇 你都不會每個都選擇 其實你都看了他的背景 或者他過往做的 即是說first in 就在agents那裡 不是的 不用的 不用的 他不知道 因為請公公叫我 他搞了這些 沒有大大罵 那工人呢 工人姐姐 agency 會傳他的資料來的 他的reference過來的 那有他的資料 他曾經在哪裡做過 做了多久 什麼原因不做 他喜歡些什麼 願意做些什麼 不願意做些什麼 其實基本上是 那些其實 有些是配到你的 要他選擇老人家 要他選擇小朋友 對呀 基本上這件事情 就已經是agents已經幫你篩選了一站 嗯 其實到你手 可能來你去 他只有那四五個 到你選擇了下手 他可能只有那兩三個 嗯 其實在那兩三個裏面 如果工人 亦都是肯 特意來到這麼遠 特意坐車 你要知道 我住這裏 又不是 不是容易來 即是不是直接 就可以坐地鐵來 那他都願意來的話 即是說他本身 就是有這一份誠意的 只不過我覺得最好 無謂大家後悔 你們覺得對不對 是不是 請工人不可以請外勞 請工人是外勞 外勞 外勞當然不行 你說了非法嗎 什麼叫外勞 其實他都屬於外勞 對呀 其實都是屬於外勞 西加坡 不是 菲律賓 印尼的工人是外勞 對呀 合規格 合規格外勞 所以其實呢 我覺得有時 他們其實很慘的 離鄉別井 可能離鄉別井 這個字呢 沒有畫面 我覺得 不如我舉個畫面 給你們看吧 離鄉別井的意思就是 你想想 我們將心比心 我們帶回到他那裡 我們都有時可能要出旅程 去做事 可能離開家裡 一個禮拜而已 不要說做事 去玩 去旅行 你會不會很掛念你家裡的小朋友 當然會啦 我想個個都會感受到這件事 你想想他們不是去玩的 他們是說一來 就要來起碼兩年 兩年他是完全不可以回家 見他的家人的 你想想他為了他的家 其實都已經 說真的有誰 就是 如果是 怎麼說 你負擔到的話 基本上你 誰想離鄉結井 對呀 所以其實當你想到那些畫面 或者你將你自己 你跌下去他那個 處境那裡 其實你會感受到 為什麼我們要對他好一點 你想想他來到你家裡 基本上他已經等於你家人了 因為你想想 你這麼二十四小時 你都見到他了 除了他睡覺那幾個小時之外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對他 你對他好呢 你跟他聊多一點點 其實他真的感覺到的 所有事情我跟你說 什麼都要經營的 無論我們的身形 我們的面貌 我們的關係 無論夫妻關係 兒女關係 甚至乎 上司下屬 就是工作 都是一個關係 來的 其實所以我經常覺得 工人 姐姐 只不過可以叫做 你的下屬 那其實 有些人 我覺得是好像 當了他們 真是工人 甚至乎 有些奴隸 可能這個字 有些過分了 那但是 只不過我是想 就是強調一件事 就是 他們不是奴隸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 哎 整天都坐在這裏 不做事的 那我在心想 整天坐在這裏 那是不是你真的 整天坐在這裏 看著他整天坐在這裏呢 那如果你整天坐在這裏 看到他整天坐在這裏 不做事 那 那為什麼你不叫他做呢 又 會不會只是那一刻 他只不過在休息中 你想想我們上班 嗯 譬如說 你做一個辦公室的 你會不會 保持著 9個小時 不停地做事 喂 你不要忘記 那個工人姐姐 是24小時在你家 她當她睡覺 那8至10個小時 她還有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做事 那你沒理由 不讓她回氣的 是不是 那所以有時候 她坐在這裏 可能你那一下就覺得 嘿 又坐在這裏 會不會就是那一刻 只不過你看到她坐在這裏 而 你會 定性了她覺得 又坐在這裏不做事 她不是non-stop的 她不是一個機械人來的 機械人都要休息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很好笑的 我 譬如有時候 我之前有兩個工人 有一個 只是non-stop的做事 她就告訴我 另外一個 有時候坐在這裏不做事 但是這樣 我又覺得 另外一個工人 總之 她交到貨 我真的回來 我沒有投訴 她都做好事 她很厲害 她可以在你五個小時裏面 她兩個小時 幫你做完 然後就坐 那你就坐 OK的 她做完就行 是啊 所以有時候 我就覺得 你說她坐在這裏 喂 如果她真的 我坐在家裏 你經常坐在家裏 那好像有問題 那個是那個僱主 不是那個工人 對不對 是啊 所以 是啊 還有他們 你們發覺 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 不敢去 即是有時候做錯事 你問 譬如 隨便舉個例子 打人 打人了 那誰 不是我 另外一個 都不是我 那你們兩個 不是你們兩個 那是誰 我舉個例子 那我的工人 就不會 他們會承認的 但是有時候 他們有時候 怕怕的 可能會說 誰放在這裏 有時候都不是弄壞的 哎 為什麼那件事放在這裏 那他一定說 不是他 有時候可能是 不記得的 那我就會跟她說 不要緊 我說 我只想知道 誰放在這裏 那我不是要追究責任 但是這些 真的要你跟她說 要不然她很害怕 她真的以為 其實說真的 我又不會打她 但是人就是這樣的 就是 好像 有很多時候做錯事 第一件事都是 不是我 當然是NO 先了 但是我的工人 不是 當時 打碰我的紅酒杯 他們都知道 我的紅酒杯 都少少矜貴 不是很矜貴 打碰他 就哭了 我說 醫生 我可以了 你不用哭 打碰他的杯 買一個就可以了 反過來 我還要安慰他 這些工人便好 是啊 所以我第一次 譬如有時候 我都跟他說 你放心 我說我只想 知道哪一個做這件事 我不是要去追究責任 我只是想 告訴做錯的那個 我是避免下一次再做錯 再重複這件事 當你 可能有時候 你講一次 他都可能有些 有些猶疑 但是你呢 譬如你試多幾次是這樣 他就自動舉手 哎呀 其實太太 我今天打碰了一隻杯 那說真的 就算打碰了一隻杯 他會燙爛了我的衣服 喂 就算我們自己做 你試試你每一天 都在做一些家庭的事 即是家庭的事 你怎麼會不打碰 你怎麼會不燙爛 你怎麼會不燙爛 所以我覺得這些 應該是要跟他們溝通的 不如這樣 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一會兒還會和大家分享 是的 還有很多東西跟你說 即是怎樣令到工人 Efficience 在你家裏做事 是的 總之都是那句 好人就會吸好事 這個能量圈 其實跟一塊鏡一樣 你怎麼射一些 什麼能量出去 它回彈回來的 就是一塊鏡 所以有些人說 為何你經常請到 好好的工人 其實我覺得是 不要經常 我們手指指人 一隻手指指人 你有幾隻手指指自己 是四隻手指指自己 是的 所以呢 我從來都不喜歡這樣去指人 我通常遇到有問題的時候 無論什麼 請工人口什麼都好 我第一件事 我都會想一下自己 我會不會有時候 我語氣重了 是的 我有時候可能呢 我吵的時候我語氣重了 我會跟工人說Sorry 哎呀不好意思 我剛才可能我也有少少吵 是吵 但是吵他們已經很害怕了 你知道嗎 不用罵的 吵都已經很害怕了 但是當他們知道我的個性的時候 還有他們知道 有些僱主 有些僱主可能 你做錯了一件事 他就已經焦面焦成日了 好嗎 是啊 所以呢 他們很害怕 但是我不是 我只是在那兩分鐘 我吵完之後呢 我跟著就會沒事 因為這件事我是想解決 我不是想令到這件事更惡化 好了 講回我自己 其實我現在就只有一個工人姐姐 另外還有一個司機哥哥 他其實都是菲律賓工人來的 最近我才知道我也挺開心 因為店主有很多時候 會跟我這個賓仔哥哥聊天 在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告訴店主 他說其實呢 我真的很喜歡跟太太做事 因為我覺得 自從他來了我家之後 他感覺到被尊重的一種感覺 那所謂的被尊重的感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會這麼覺得被尊重呢 原來呢 他就跟店主姐姐說 他就說 因為呢 我最記得呢 他說他對上一份工 他是不可以入屋的 OK 不可以入屋不只 你當然你更加 不會 就是那個 僱主是 就是 跟他是沒有什麼交流的 嗯 他每一晚呢 做到 有時做到十二點幾 一點鐘 他有時連東西都沒有吃到 他說 裡面屋的工人姐姐 比僱主更餓的 有時想煮熱點的東西 他都是 黑口黑麵 總之 又不預備東西給他吃 那他一直在外面呢 他是不可能吃到東西的 那他 實在太辛苦了 然後每一天 六七點呢 他又要起床了 所以他覺得很辛苦 到最後 當然他也是懸弱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人也有點擔大 那他第一天來的時候呢 我又是呀 如常來到我家 做interview 因為我覺得 你看一下周租的環境 因為很多時候他要打理我的狗 那 我兩隻狗 一隻你知道 Coo Man 那隻狀傲不是人的 我手不先 我手不先 要他 手不先 要他 看看他能否接受到 這麼兇猛的狗 因為我不想 他來到 喂 又是agency 見員工 告訴你 他當然什麼都不害怕 他當時應該想找一份工 但是真的 他親身 很多時候 我常常都說 有很多事情是真的要親身感受 去體驗 我要他來家裡體驗 他看完之後 他覺得當然OK 那他就跟店主姐姐說 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當日 我還可以入屋 原來他覺得入屋 他已經覺得很開心 他覺得是被尊重的感覺 他說當時我倒了一杯水給他喝 他覺得是受寵藥經 那其實我覺得 這些是一些基本的禮貌 但是原來小小的舉動 他已經覺得 你好像 treat他是一個 家人 還有他覺得原來 我是一個小的禮貌 而他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尊重 所以原來 小小的一件事 原來他記了那麼久 我是完全不知道 因為其實他在我那裡 都已經做了三年多了 所以 上幾個月 店主跟我說 我才知道 我好像有點印象 那這個是 我覺得是 可能底下的感覺 他已經很良好 那你應該要尊重別人 比如 我跟Yumi 我打過一次 我打過一次 就是因為傭人 就是Yumi 你也知道 他又經常爛睡 那時候很小 又很小 又很小 又不起來 然後傭人叫他 他一腳 他一腳踩到傭人 然後他見到 一二日 又打到他的腳 然後他整個 彈起來 因為其實當時 他是睡得懵懵懵懵 但是那時候 那些小朋友 睡得懵懵懵懵 是真的 他是完全不知道 但是平時清醒的 他是很有禮貌 但是他真的不知道 他剛才睡覺的時候 是有點傻的 是啊 睡不醒的時候 是拖他下床 都拖不到的 是啊 他的脾氣很差 和我差不多 是遺傳的 所以我就一下子打下去 然後我工人都呆了一下 因為我一向都很疼他 工人都很緊張 工人都很緊張 哎呀 不要打他 但是我覺得 太沒禮貌 人家叫醒你起來 叫你上學 叫你做事 你沒理由這樣 所以我打 其實Yumi也呆了 所以我還沒打過他 那我唯一一次打他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工人 所以 工人都會知道 你尊重他 你尊重他 是啊 不是任他打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都 很多工人姐姐 有時不開心 都是因為 有親知什麼事 太太一定不會站在那邊 一定是爭著自己的子女 不過有件事就是說 總之我子女 怎樣也好 工人不可以打他 這也是一個底線 我姐姐說像老爸 Yumi 是像老爸 當然是 那你又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起身的樣子比較壞 不過也有一個底線就是 我子女怎樣也好 工人一定不能動手腳 這也是一個底線 是啊 而且我平時 我經常都勸喻 一些朋友 你知道現在的小朋友 是皇帝來的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 那些爸爸媽媽 要稱呼自己的子女做老闆 我老闆打來了 我老闆打來了 這件事是絕對不容許的 因為其實 我又說回一些身心靈 我們每一個 我們都是有個位置 嗯 爸爸媽媽就是爸爸媽媽 嗯 就算爸爸媽媽做得多不好 都好 我們做子女的 我們只能夠去諒解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行為 如果我們憤怒的話 就對我們的命運 我告訴你 媽媽我都講過了 媽媽是管命氣的 爸爸是管錢的 所以如果你跟爸爸關係不好 看來你的錢財 都是有點糾結的了 OK 好了 另外呢 今天呢 其實我很想 趁這個影片 我很希望 講關於姐姐 也都希望 留給Win姐姐 就是我媽媽的工人姐姐 是一份禮物來做回憶的 是啊 所以呢 一會兒我 照請她進來 還沒講完 我先講完 我先講完小朋友 我先講完小朋友 我覺得你們 真的要教識小朋友 工人姐姐 是來幫忙我們的 你想想如果我們 我問心講 你們又幻想一下畫面 你說我們一向都有工人姐姐 如果工人姐姐 想做得多不好都好 她除非搞到你家裡更和 她起碼每天都幫你掃地 抹地 你燙衫洗衫 洗碗煮飯 你以為小料 好辛苦的 你嘗試她真的走去 怎樣 或多或少她都幫到你 只要你有這份感恩的心 就絕對工人一定是 感受得到 還有 那些小朋友是絕對 不可以對工人 是好像 渴狗那樣學 我真的見過是這樣的 打工人 我真的見過不少 我在旁邊 我想載她兩巴 就是怎麼可以 這麼不尊重人 才行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想想 沒有好處的 如果你的小朋友 說她只有四五歲 你嘗試她 真的這樣 你知道現在的小朋友 有些是惡霸 你嘗試你回了工 那個工人 就把脾氣發肆在你的子女身上 甚至乎 可能你對那個工人不好的時候 你見世的 可能都要那個工人去照顧她 你想想誰受 就是你最愛那個受回 所以其實 我說這些 是只不過一個利益 那個交換 但其實我們人不是說利益 只不過我告訴你 這些是一些很貼地 說的 真實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真的 你對別人 對別人 你真是很無理 很橫盲地對這個工人 如果他真的對著你一個 出不了聲的小朋友 三歲的 你猜他會 對他好還是不好 你想一下 這個很邏輯區段 你已經想到了 阿Heddy 我同學來 我小學同學生 他都說 現在的小朋友 已經被損壞了 已經被損壞了 其實是的 其實小朋友被損壞的 其實責任在哪裏 其實都在父母 早幾天我見我女兒 可能不知道她打電話 或者玩什麼 叫我工人 倒杯水 然後我早就告訴我 我說為什麼你自己不懂得浸 你自己不去 我正在看東西 你看小一會 不行嗎 我工人在做事 我都會告訴他 如果工人在下午做事 你多給工人做其他事情 你如果做到你自己做到的事 那麼小的事 要倒杯水 那就自己倒杯 我說這麼多年 我用這麼多年的工人 我真的很少 很少 叫工人倒杯水 或者倒杯茶 我真的很少 我轉為自己倒杯 其實我發現 可能有些人 很多人很響 或者有些人 放工回來很累 我真的不能動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過如果像我一樣 我就很少 收音不是那麼好嗎 是嗎 是嗎 可以 現在可以嗎 現在可以嗎 可以 可能我剛才 我的iPad 我拿了你的流量 不知 那就關掉了 其實還有一件事 你們有很多時候 比如工人 拿一些東西給你 你們會不會說麻煩的 是的 我想很多 我見過很多 哎呀 沒事 sorry 不小心 打電話 咳了WiFi 這裡沒有WiFi 就不行了 沒有了一條命 你知道嗎 那個Facebook Live 沒有了一條命 馬上斷了 OK 好了 不如今天我想請 我的工人姐姐 阿Win進來 我姐姐也進來了 好 因為我姐姐 太太都在我 我是阿Win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你說得這麼壞 阿Win 唉 好 坐下一點 阿Win OK OK 你快點跟別人說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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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最愛的工人姐姐 她真的很乖 不是說說 我家的工人不乖 我家的工人也很乖 但是因為始終 我們大家都還很健康 所以有時候有些事情 沒那麼勞累的 我覺得照顧老人家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每一天 工人姐姐 都要 媽媽現在開始都要被餵喉 每一天 她都要很小心去餵她 也都 每一天 她都要抱一下她 過床 過到輪椅裡 讓她坐一下 不要常常睡在床上 所以我今天 阿Win 你知道我今天為何做Facebook 送給我 送給我 每個人都知道 成功人怎樣 姐姐和弟弟怎樣 和做事怎樣 是 這個不是重點 其實我希望 我在這個影片 我可以送一份禮物給你 這個影片 永遠都流傳在這裡 謝謝 我知道工人姐姐不會一輩子跟著我 謝謝 我也知道 我都希望你可以 告老還鄉的時候 你退休 你將來 你將來都見不到太太 對 你將來有空 你掛著太太 你就可以 看著太太 就可以在這裡看出來 對 對 她真的很好 每一次 我媽媽有親 什麼不舒服 她 我工人姐姐是會哭的 對 我像我自己媽媽這樣 我像你媽媽這樣 然後婆婆都很小心 她不舒服 我像她不舒服 我像她不舒服 我都很疼婆婆 對 我媽媽進醫院那段時間 真的 我工人在我面前 她很擔心婆婆 究竟 她的壓瘡 會不會越來越爛呢 她很擔心她很痛 她每一天 一說到婆婆 她叫我媽媽做婆婆 她就會哭 她很硬碎 她很硬碎 她真的 真的 是啊 那麼 多謝你啊 Win 不用多謝 看一看都很好啊 真的 我都認識我家 我們全部都認識 看一看姐姐 全部都很好啊 她說我姐姐 說我哥哥 大家都很好啊 大家都很真心真心 多謝你 因為大家是有眼看的 最近婆婆都知道 嘩 剛才都看著我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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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這樣握頭 對 你知道嗎 現在進醫院那段時間 甚至出院這段時間 她看到她 反而就會這樣拍她 啊 我們每個都躲起來 她眼睛睛看著我們 都沒有什麼反應 反而看到她 她就很開心 證明 因為有時候她有腦退化 媽媽 所以她在她眼睛 她的記憶是很近的 我想是因為她經常見到她 她對她的感覺 反而是最大 是啊 是不是很有趣啊 啊 你真的很好 你知道最初呢 阿Win來我家 就是幫媽媽做事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 我都說了她很健康 那時候可以走 媽媽還可以煮食 都不用你 怎樣理她 我媽媽就很抗拒要工人的 但是因為我們就知道媽媽 她的心臟又不是那麼好 始終都已經到八十幾 九十歲了 怕她突然跌一跌 然後 就沒有人看到她 不行的 我媽媽想得很簡單 嘿死了 就死了 我媽媽有時候 不是馬上死得 你半天吊 那怎麼辦 是不是 然後她就很不喜歡 所以其實開頭 她去阿Win幫婆婆做事的時候 阿Win都很不開心 因為她每天都對著她說 我都不用要工人的 是啊 我都不喜歡工人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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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突然間半夜 就開了門 告訴她 你為什麼還不睡覺 你又浪費了些電 這樣 突然間半夜 她嚇她一跳 有一次 先吃風扇 對 風扇就不讓她知道 老人家是這樣的 她覺得浪費了 她自己不熱 她覺得別人也不熱 現在我也很熱 你什麼 我告訴你 那個人也很好欣 那個弟弟家也很好欣 我都說 看著弟弟 這樣 我上去就不行 對 她說我不做了 翌日 我媽媽打給我 她就說 那個阿Win 她說不做了 我說為什麼她不做 怎麼知道她 我開門 她當然不講足了 我開門而已 她突然間發瘋 她說我不做了 我說是嗎 OK 我看看怎樣 好了 接著之後 阿Win 就隔了兩天跟我 我就見到她 她沒有再跟我說 即她從來沒有說 我說不做 她只是說 你知道早兩天 太太 婆婆這樣 我太生氣 我說不做 太太 我對不起 其實我 我不會不做 第一 她說我又見到婆婆 這麼老 即她不想 這個時候 如果她走了 就搞到我 她知道 原來她告訴我 是因為 因為我 所以她留下 所以我很感謝你 謝謝 謝謝 也好 謝謝 因為她很疼我 她說不知為什麼 她第一次見到我 她就覺得我 很靈異近人 對 她不懂聽我 耳近人 吃魚 很友善 很友善 她覺得我好像女兒 所以她覺得她很想幫我 她知道如果她一走的話 就會跳起我 所以我很感謝她 然後我媽媽對她很好 現在 她真心感受到 你媽媽原來 只要有一方 肯改變 肯繼續堅持下去 用她的真心 對方原來感受到 即使我媽媽是一個 這麼硬正的人 這麼難改變的人 她竟然也改變了 所以 你好像女兒 你會不會比Win 當然不會 Win你幾歲 是呀 浸到49 好 這是今天的兩點 阿Win你知道嗎 你跟我差不多大嗎 你大一個人 差很多 所以你說Win 我見到一個女兒 我問你會不會大過她 阿Win你知道嗎 我大你幾年了 阿Win你1911年了 你1911年了 我 1911年了 阿Win我知道 好子 好子什麼 你自己七世幾年了 七三 七二還是七三 七三 七三 太好了 快 快 你小我很多 阿Win你知道嗎 哈哈 哈哈 原來阿Win你裝小的 不要緊 我現在是女兒了 是呀 沒有問題 我都很疼小 我都很疼小 笑死我了 這就叫笑中有女了 叫什麼 阿Boss 阿Boss 踢爆人 阿Boss 踢爆人 你真的很壞 而且阿Win很喜歡唱歌 我媽媽也很喜歡唱大戲 是啊 她每逢 到有時候 她間不中 她會設定自己 行走 好像我們中國唱大戲 但她們是印尼大戲 設定行走 真的要整齊頭 然後你婆婆說 要穿著禮服 那我看我那些 你看我那些 你看那些 你看那些 漂亮不漂亮啊 這樣 不教了 不教錯 即是說你畫眉 是呀 我看你 叫你畫眉 畫完之後看不夠色 加深一點 我媽媽好像做 那些叫做美術指導 我媽媽一去到哪裡都要畫 我喜歡唱歌 我笑到成身汗 救命 阿Win很喜歡唱歌 阿Win 對呀 對呀 他稱唱都可以 阿Win可不可以唱兩句 對呀 你知不知道阿Win 他們有時候 他們自己 他們有圈子 他們都會開直播 你知不知道 開直播他們會比賽 阿Win試過有一次 你拿冠軍 是嗎 拿第一 有獎金 有多少錢 500元 有500元 他很開心 那你當日是唱哪首歌 那些 好像 印尼那些 印尼 你還會比較好 就不會怪我 你來 畫我 快點 你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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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一下 你畫一下 你畫一下 都能看 你畫一下 有 esf 有 你 我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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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哇,有鎮音,棒了 這首歌是說甚麼的? 我很愛你,像男人和女人那些 男人和女人那些 我都很疼你 為何你不疼我 為何我都很多 很多 道理都很好 為何你這樣對我 你遇到另一個女人 遇到另一個女人 原來這樣是情歌 第一個大戲的情歌 我們好像婆婆唱的 很高音那些 婆婆 她們喜歡 好笑 所以媽媽後期唱不到歌 就聽她唱 見到她全身有造型出來 很好笑的 她又很開心 所以其實有時 我覺得 如果她有時喜歡做的 我覺得你給點空間去做 她其實就已經很開心了 人和人之間相處其實很簡單 大家包容一點 儘量可以 其實交出個真心 就算有時可能你脾氣不太好 但是當她知道 原來你不是真的這樣的時候 她明白你的時候 其實工人姐姐她們都會包容 我覺得 所以有時真的 關心一下她們 跟她多聊天 我的工人 可能我這個僱主 特別喜歡說話 我經常跟她們聊天 我都不認識她們的 她們的經紀 和朋友 她們都說 你跟我忍吧 我都不理你 她們的經紀 我都不理你 她們的經紀 和朋友 我都很開心 我今天給了多少錢 我都不認識你 要你說什麼 好了 謝謝阿Wi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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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說你唱得好聽 謝謝 謝謝 按她Facebook 訂閱她 謝謝 再見 再見 好可愛 媽媽 我又回來了 媽媽 M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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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很喜歡看清文做的 真是很棒 很好笑 我有沒有錯過留言 燒爺 怎樣 好了 我剛才說 怎樣告訴你 令到工人 很優移 在家裡工作 其實呢 看看你的僱主 是怎樣對她 你知道我老婆 又買東西 買得 嗯 我這個我想分享 這個就是 真厲害 我很多時候 我就買很多家庭用品 大家都知道 無論便宜或貴 我都會買的 那時候我買一些貴的東西 我的姐姐或者我的朋友 最初就笑我 太天真 覺得你瘋了 你買給工人 你為什麼買到這麼貴 那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不是show off 我買些什麼貴 我曾經買過一個 湯三板 那這個湯三板 差不多兩萬元港幣 那當時還在香港 沒有得賣的 我其實在很多年前 我在網上 我看到 是歐洲 一個瑞士的品牌 那找雲都沒有 那當然去到歐洲 會有 那我也曾經想過 叫人在歐洲 幫我帶回來的 那始終那個湯三板 都這麼貴 我怕壞了 就沒有保養 那這一次 就讓我在內地 有一個大商場 他竟然有 那我就買了 因為我自己有車 萬一壞了 我都會拿上去 那我就買了 當時很多人 神經病 那是不是你自己用 當然不是我用 我給工人姐姐用 那他們會質疑 為什麼你會買 這麼貴的東西給他 其實我們先不要說 這麼極致 這個這麼貴的湯三板 因為呢 其實每一天我發覺 我工人最多的時間 就是在烤衫那裏 也都浪費他最多時間 又熱 烤斗又重 人又熱 手又熱 還有呢 如果烤衫呢 第一 都幾浪費電的 那你想想我家裡多少人 以前Yumi未走 一家四口 OK 那還有兩個工人姐姐 一個司機 七個人 七個人 那當然他們的衣服 都不是健健康 那他們就很緊張的 就是會連床單都燙 我那天才看我工人 喂 睡衣不用燙的 我說不斷衣服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燙三板 它是有把風扇 在那個燙三板那裏的 那所以呢 它是一體式的 那只要燙一下 它就底面 都已經燙好了 基本上 那它因為呢 它還要很快乾的 那譬如 平時它需要可能 燙五分鐘一件的衣服 現在呢 可能它是用 兩分鐘三分鐘就已經燙好了 差不多一半的時間 那所以我覺得 你知道什麼 man power 中文是說人力 人力 人力時間 這個是最值錢的 最值錢的 你想想 它 如果做得辛苦 它就怎麼當做 但是如果你 買一些很高效能的東西 給它用的話 它感覺到 哇 原來這麼容易用 它很樂意去幫你做多幾個 我們第一樣省了一個時間 第二樣呢 那個燙頭很輕 輕很多的 不像以前的燙頭 那些燙頭 省了很多力 那就是說時間又省了 體力又省了 那就可以很輕鬆地 和我做另一個東西了 這個就是 是的 那有些人就說 哎呀你這樣它會弄爛你的 不會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那些東西呢 又是要溝通 又是要表達 你不要放在心裡 你覺得它知道 它只會猜的 甚至乎它沒有猜過 它也不猜到這麼貴 甚至乎它不猜到這麼貴 甚至乎它不猜到 那我一告訴它 多少錢之後呢 我重點不是說 哇 太太你這麼有錢 不是 而是它第一個感覺 哇太太 她說這麼貴 她說你不用買這麼貴 我說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我要買這麼貴 我買這麼貴的原因 是希望你不用這麼辛苦 你只是說這句 你是不是已經贏了 已經 是不是 那我出心 不是說謊 我真的不想它這麼辛苦 想它做得舒服一點 那跟著呢 那我就說 這個 當它知道這麼貴的時候 我就說 你要小心點用 當然我會教它怎麼用 我告訴你 這個燙豆 我已經用了 Win也走了幾一年 忘記了 都四年 四五年 我中間都有換過一兩個工人 我用到現在 那個燙豆都沒有爛過 就是這麼多工人用都沒有爛過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 太太買這麼貴的 希望我做得舒服一點 不用那麼辛苦 尤其是它對比過以前 它用開的傳統的燙豆 甚至乎 我用一些比較漂亮的燙豆 它都覺得 嘩 差那麼遠 它當然是不想用壞 你用壞了 我還要說 你用壞了 我下次呢 我就買回以前那些 就買回以前那些 OK 沒問題 所以每個人都很愛惜我的東西 甚至乎有時候 譬如拖地那些 我曾經又買過那些千多元的 又買過那些幾百元的 到最後 我竟然一個 是在國內買的 一個190人民幣的 已經贏了 所以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買很多東西回來 我叫它們用 用完之後 它會給我報告 好的 它說太太太 你繼續買這些 譬如有些是損耗那些 太太太這個不要用 有貴又不要用 你不要買這個 它們會很真誠地 那件事就有效率 它和你的關係是什麼 它和你的關係就是 它幫輕了你做家頭細母 那你就在這些位置對它好些 所以就OK 所以這些其實就是我的心得 是啊 啊 工人姐姐疏著 疏著利用 是啊 其實真的 真的會疏著利用 所以很多時候 我覺得 買貴東西是我其中一個 不是說買貴東西 是買好東西 是啊 就是說有時候 有些好東西 是真的要貴的 我都願意買 不會從來 我沒有怕過那些工人 弄爛過 是啊 你買回來 你又不告訴他們 你去聽 他都不知是什麼 他又不懂用 他用爛了 你又沒得怪他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我講的都是需要經營的 那另外有些人就說了 嘩 我覺得呢 煮東西吃 因為我記得我曾經有一個工人 他來見工的時候和我說 他說其實有時候 對了 就是我其中一個工人 他說之前那個做得不開心 不開心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那個僱主 什麼都給他做 那他來了香港不是很久 那他是菲律賓姐姐來的 那他就不會煮東西吃的 但是他就會覺得 有些僱主可能覺得 我請得你來 那你不懂的你學吧 這樣 就沒什麼給他指引 那他就自己亂來煮 是不是 那他煮完之後 那好了他又問過僱主 你今晚想吃什麼 你不要問我 你自己想 那我想你叫他自己想 他就自己想 那我想完 那來來去去的材料 都是豬牛雞 那他煮完出來之後 他又是煮這些 那大哥 就是那個工人 我再說回 他說我又不是中國人 我又不知道 你究竟 喜歡吃什麼 那你又叫我選 那他煮完出來 每一天都叫他 不要問他 每一天煮完出來 他又說是煮這些 那可能其實他的變化 可能小小的變化 你知道我們 粵菜是很大變化的 一隻雞也有很多種煮法 但是他們 外國來的 他們來來去都是 可能用那隻香草 來來去都是用鹽醃 就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那可能他就變化不多的時候 那僱主就會 會猛 那剛才的Case 根本是很平常 或者聽起來很平常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可能現在看的那個 其實最好就是 現在有YouTube 其實在YouTube上面 有很多 很多人教 無論有印尼文 有菲律賓文 有英文 是不是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叫他上去看 學已經可以了 但是重點 聽著重點 你不要叫他去看YouTube 教他去找 他連誰送好吃 他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最好就是 你在YouTube上 你選了一個菜 你叫他去學 那這個方向 就很明確的了 那當然 那如果那個 真的天生 他煮東西吃 是差一點的 那起碼都叫做 有板距筋 都不會比他完全 自己 任他辭外創意空間 那就更麻煩了 那如果先天 是他真的煮得不好 那Sorry 你也沒有辦法 去要求那麼多 但是都已經好機器 人家努力了去做他的事 達不到你的要求 那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其實YouTube 我覺得都幾好 就是現在 以前就說 走去要看那些甚麼烹飪書 最先的時候 我請了工人 那些烹飪書 來去可能只有英文 就請一個印尼姐姐 他都不知道什麼 那時候都不是很多印尼姐姐 沒有印尼文 現在簡直有板 你看 有在那裡煮 有在那裡煮 有在字幕 所以他們一定知道 所以我覺得 去到這些位 譬如去到煮食 你就記住了 你選給他 就不要他選菜 你選完之後 你叫他去學 那我覺得 是不是會簡單一點呢 這樣我覺得 出事的機會也會少一點 是不是 是啊 那做僱主 真的不可以懶 其實是的 做甚麼都不可以懶 你又不跟他溝通 你又想著他會幫你做 不要開玩笑 你家裡 你最親的那個 你不跟他說 他都有時候 未必得到你想怎樣 其實當你 你想一下 你當他是你的下屬 應該這樣說 譬如你的下屬 你想他做事 你都要交代他 他才懂得做 剛剛才 只不過那個 因為你賺錢 你在你的工作裏面 他會影響到你的下屬 你就會很用心去教他 但其實只不過這個是你家 他幫你做的 其實他都是你下屬 你都是需要跟他交代 交代 如果你不交代 你以為他會懂得做的話 有時往往就是 大家 有時磨合不了 那就 誤會會出來 所以有些事情 是即時要處理的 不是不需要罵的 有時你只要跟他說 不過當然你一說 他們會很害怕 有時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不明白 不問 不問 我剛剛在這裏講這件事 你們有沒有發覺 不明白 他們不問 我有時都會問的 我有時我對於那個人很猛 不問的 他不會問你的 譬如有些東西 買回來新的 你都不知道是我 還是他 或是誰 譬如物 隨便放進一個櫃桶 你不問這對面 你未見過 究竟是我 太太 或是Ina 那你就放進我櫃桶 你當成是這樣的 可以問 其實很簡單 你問一句便可以 有時是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 都會提醒他 總之你問 你記住問 你說多幾次 其實他們就會開始問的 不過可能不是說多幾次 你會說很多次才會問 他們會很害怕 有時問你會 可能會 睡眠 可能會很害怕 其實僱主有少少 樣子不同 他們都很害怕 好啦 其實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覺得 我今天只是想和大家 吹吹水而已 我沒有一些事情 我沒有回答到你們的 店主有沒有有人問一些 是沒有回答的 你講了多久 都五十五分鐘 五十幾分鐘 好啦 其實今天歸納三大原則 其實都是張心比己 始終人家離鄉別井 其實真的很可憐 要拋下 要捨棄了 他的家人 而來到我們家裡 幫我們做事 我們其實是應該 感謝他們 多謝他們 幫輕了我們 無論他做得 未必夠好 但是我們 我覺得做人 我們都應該 是要多謝他們 你想想他們 不是短短兩年 他們可能 這一世 可能有十幾二十年 都是要離鄉別井 每一年可能得十四日 甚至乎可能 21日的假期 回去見他家人 你想想多可可 你如果撤身處地 你自己是這樣的時候 你會怎樣 所以你為什麼 對他們好一點呢 另外就是這樣 多溝通 每一件事都需要表達的 你在心裡 你不說出來 他只有猜 任何人 每一個關係都是這樣 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你說出來 你什麼態度 先說出來 不要一來就已經 擔住人家 這樣帶出 是平心靜氣 帶出這一件事 我覺得是OK 當然有時候 可能會有些事情 因為他做到你懶惰了 某程度上 有時候可能懶惰了 你之後可能會覺得自己太懶惰了 Sorry 其實我剛才不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你 我剛才我都可能有些懶惰了 有時候都要交代 他們會受 他們會明白 他們都是人 另外就是 做多些好事 其實很多事情 我相信是積回來的 我從來沒有為過工人煩惱 說真的 我可能有時候工人真的要走的時候 我的煩惱是很短暫的 我煩惱 我又要去選擇工人 但通常我都在三兩個 裡面我已經很快 我從來沒有試過斷籃 令到我拿手不成勢 從來都沒有 就算我只有一個工人 突然間 他有事 我最近其實就是 正正是這樣 他有病 他不舒服 他現在還在醫院 那我都不斷他的Visa 其實當日是他自己說要走的 那我理解了 因為他家裡發生過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 無論如何都好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可以 循環到回來 我其實覺得運氣 有些人覺得運氣好 其實運氣都是可以 懂得回來的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 繼續正能量 今天我說這麼多 全部都是正能量 這些就是正能量 家裡一個工人姐姐 都是正能量 怎樣懂得跟工人姐姐相處 自己今晚可以試一下 跟姐姐說一下 多謝 多謝一下她 其實你說的多謝 他們很受寵若驚的 真的 好啦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下個禮拜再開Live 再和大家聊天 OK 或者看看有什麼好東西介紹 OK Bye